10月2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总统拜登的支持率进一步下滑到41% 52%的受访者表示 对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的表现感到不满意 与该民调7月份的数值相比 拜登的支持度下降了7个百分点 当时有48%的人支持他 45%表示反对 具体到经济政策 40%的受访者对拜登的政策表示支持 54%表示反对 而在疫情应对方面 50%的受访者支持拜登 略低于7月10的53% 45%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另外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经济 通胀和供应链饶动的担忧正在增加 现在通胀已经和疫情并列成为美国人最关切的问题 47%的受访者认为明年将迎来经济衰退 近来拜登在多项民调中的表现都呈下滑态势 本月早些时候 一项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8% 不支持率则高达53% 这项民调显示高达60%的独立选民对拜登表现不满 另外一项美联社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位于50%水平 较8月的54%有所下滑